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告诉我们若圆锡与直线L相交于AB两点 那我们圆锡的方程式是x平方加y平方减10x等于0 直线L是3x-4y加5等于0 这两个相交于AB两点,则AB线段的悬场为多少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圆锡这边做整理一下 圆锡的部分,配方,我们采取配方的部分 配方后可以得到x-5括号的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25 从这个部分标准是我们可以看出圆锡O点它的坐标位置在50这个位置 半径的部分,这边是r平方 我们把25开根号,所以半径等于5 接着我们透过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分母的部分 x系数的平方加y系数的平方相加之后开根号 3平方加负式括号的平方开根号 分子的部分把圆锡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把它带进去 可以得到绝对值里面 3乘以5减4乘以0加5 算出来可以得到5分之20,所以它等于4 所以点到直线的距离等于4 接着我们把这个圆锡50画出来 点到直线的距离在这个我们加这个m 它的距离是4 那半径呢,我们求出来半径是5 所以这边半径是5 接着我们要求的是AB AB线段 AB线段等于两倍的bm 那bm怎么求R平方减掉d平方 再把它开根号就是等于bm 所以我们算出来2乘以3 2乘以3等于6 那这一题呢 AB线段的悬长就是等于6 这样就解出来啰 3 5